欢迎收听福到你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岁月 幸福惊异 红尘真净 细细品味 歌诗兼情 哭或响 表无真实迹 悲欢 离合 归情景 变光闪耀 学会尝试 抉择之间 幸福面中 你怎愿意行 万世界太平 云林百花景 酸甜苦辣泥 不起自已 春风波浪 向前行 圆满人生 勇敢刻画着 幸福烙印 勇敢刻画着 幸福烙印 继续回到每周六 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除了会有好听的音乐之外 另外在每个单元当中都会有不同的主题内容 而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头 都会先来为大家一同来导读到的是 太阳圣德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不过呢 导师的书籍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也为大家完整导读完了 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籍 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podcast当中来搜寻福到你家的节目 来听听先前不同的导读内容 而在近期的节目当中 持续为大家来导读到的是这本 幸福跟着来 是透过了读者提问 导师回答的方式来分享内容 一起透过了人生当中的各个不同的层面 各个不同的阶段 一起来品味人生的各项滋味 而在上周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导读到的是三知识章 是非对错 天知道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来为大家导读到的是这一本 幸福跟着来的第三知识一章 自卑境外的富有 读者提问说 我很自卑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差 心里很不服气 总希望证明别人是错误的 来找到自我的存在感 但是有时又会感谢自卑 让我不断地努力 所以生活质量一直在提升 相请问导师 自卑是一种病吗 我要怎么样才能拥有自信呢 而太阳圣德导师解答说 很多人生活富足 衣食无忧 却还感到自卑 这是能量不平衡的病态 因为没有将自己拥有的 变成一个平衡的能量场 只看到自己没有的 甚至觉得别人的一切都比较好 完全忽视自己也正处于幸福当中 不正确的逻辑观和价值观 会使自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若这一刻 我们能知道能量场是随时可以借着转念 及其他各种方式 将自己内外能量场 因为心法和修养的落实 进而调适趋向和谐 就能点滴感受到平衡 假以时日 自卑的感觉就会不要而愈 一种崭新富足感 由此而生哦 勇敢可活着 幸福浪漪 幸福浪漪 勇敢可活着 幸福浪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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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来为大家导读到的是 太阳升德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幸福跟着来的第三支十一章 这个说到了自卑的问题 我想大家呢 好像呢 多多少少都会有 对不对 尤其是在面对了 可能其他的一个工作竞争者啊 或者是在同侪当中 好像呢 别人的生活 别人的事业 别人的家庭 都更加的幸福美满和发达 好像呢 自己怎么样都比不上 对不对 不过就像导师所说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看 自己完全可能也是处于幸福当中 但是呢 我们并不自知 没有办法能感受到自己 其实也处于这种的 满满幸福能量当中 所以其实我们要做了 好好的平衡和落实 才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可以更加更加的富足啊 所以每周都会在节目当中 一同来为大家导读到的是 太阳升德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一同来解析 剖析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啊 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除了会为大家来导读到的是 太阳升德导师 所出版的书籍之外 另外也会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各地的超码学员 一同来到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分享这 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子荣邀请到的是 来自澳洲的超码学员 美爱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美爱你好 子荣你好 导师好 云运长好 线上的听众大家好 那像是美爱还记得 第一次是怎么样 在一个因缘际会之下来认识 然后接触到了这个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吗 我美爱是在好朋友 男同学介绍了这本 超级生命密码书 给我在2019年 那时候是我生命的谷底 面对了忧郁症 还有人际关系的问题 就是从一本书籍开始 然后读了之后 也非常的有收获 所以除了在阅读这个书籍的内容 文字上面的一个表达之外 其实也陆陆续续也参加了 像是超马其他的一些大型活动 或者是实体活动 也跟很多的家人朋友们 一起来做分享呢 对啊 在2019年 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之后呢 那对书中的心法也开始练习 那那时候知道说 导师在马来西亚 有一场大型的音乐饗宴 还有课程 就是生命礼战庆丰年 那我毅然截然的 就从澳洲飞回了马来西亚 参加这一场音乐会 那很感恩导师 也很感恩自己 做对了一个明智的抉择 那在那场活动呢 老师那场的主题 就是敏恩仇 那时候我对爸爸是非常的厌恨 那在课程中呢 真的是对爸爸做了最深层的忏悔 然后自己的内心呢 就被疗愈了 那从小切爱那一块 也对爸爸的厌恨那一块呢 被疗愈了 那一股天地的爱 满满的爱注入了我的心中 那时候我就对人生 开始有了希望 那就开始继续了 学习抄袭生命密码哦 其实在这个活动当中啊 尤其是那种大型的讲座啊 或者是音乐会 哇真可以感受到了 满满满满的一个正能量哦 其实从不管是音乐 或者是导师的一个建言分享当中 其实也可以看到了 其实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呢 都有解放 像是美爱刚才说到 其实是不是从小就跟父母 或者是家人的关系 不是那么的密切 所以其实也让自己 身心灵上面压力也很大呢 对啊 那从小就有优异的状况哦 那从小就在一个大家庭长大 那爸爸妈妈的关系也非常的不和谐 会思想吵架 那那时候的我就非常的恐惧跟害怕 对人生也没有希望哦 那就在2019年那年呢 生命也因为疫情的感情 这上场啊 试炼哦 那再加上妈妈的离世呢 那我得到了严重的忧郁症啊 那时候很想自杀 一直跟我朋友讲哦 那很感恩 朋友就介绍了这本超级生命密码 这本书 过后再读了啊 像忧郁说那之后呢 就明白了原来不是一家人 不知一家们 然后还有一切都是能量的换货哦 那再继续的上了老师的网络共修 每周的网络共修课程 还有接下来老师的每一场的课程呢 我都会参加 因为知道说能量的重要 透过不断的学习 智慧逻辑的开通跟明理 还有老师讲要学习的 太理系老师的地址规 那知道了人原来是要孝顺 人不学不知道 明白了因果这出戏 还有就是地址规里面所讲的五轮关系 那做好自己本分之后呢 能量的提升 那我的忧郁症就好了咯 那再就是跟爸爸这一块呢 我也向爸爸做了一个最深层的忏悔 说自己是一个不懂得尽孝的女儿 不懂得理解父母 要养十个小孩的辛苦 那也因为透过了跟爸爸的忏悔呢 去圆满了在爸爸亲眼离世的之前呢 就圆满了这一块 那心中不再有余悍哦 哇这真是一个很感动的故事 因为原本就是对家人非常的不谅解 但是呢 其实在学习到了超码的系统之后 再加上了不管是导师的一个讲解 或者是在蔡理学老师的一个地址规 上面的一个说明 其实也发现了 在自己的人生过程当中 还是有很多地方呢需要去更加的圆满去补足 其实也修复了跟家人之间的关系 哇我想爸爸应该也非常的惊讶吧 在当时是不是 在学习超码之后 然后也跟爸爸做三成的忏悔 在修复了跟父亲的关系之后 他也觉得说 哇你的转变真的太大了呢 对啊 爸爸也非常的开心 那因为懂得了 学习了超级生命码之后 知道爱与感恩 那也要把爱勇敢的说出来 所以每次打电话给爸爸 都会跟他讲我爱你 然后互相会到我爱你 那真的是 人真的富有 不只是财富 还有人际关系 家庭关系 各方面的圆满 那很感恩 就是学习了超级生命码之后呢 自己现在心灵上 是非常的感到喜悦跟富足 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这个超级生命码系统 这科学的实验 真的就是呢 我们可以来先试试看 是不是做了第一个实验之后呢 哇真的 自己的问题和困扰 都可以得到了一个解答 那我们也可以再做第二个实验 然后再来试试看 没想到呢 哇真的是 就是一试再试 就是每次呢 都可以哦 灵验的来达成我们自己的目标 其实呢 在每一位超码的学员家人背后呢 都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个故事 那像是呢 美爱哦 其实在 在之前的一个 不管是忧郁症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跟家人的关系修复之外 是不是在自己的人生路途上 也有因为啊 学习超码 而得到了这些意外的礼物 还有其他的收获呢 对啊 自己健康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哦 那之前 在学习超级生命码之后呢 因为被网路骗子啊 骗钱哦 那也因为做了 受众的新法步骤 123还有太阳灵院转印法之后呢 把不可能转何可能呢 转去国外大概 一万七澳币的钱 被骗的钱 就这样子的被转回来了哦 那还有就是健康方面哦 那在没学习超码之前 也被一个电货骗子骗钱哦 那那时候也是大概 一万七的钱哦 那时候就拿不回来 那那时候非常的生气哦 生气到自己得了甲状线 那很感恩哦 学习了超级生命码 三个月之后呢 我的甲状线的问题就好了耶 嗯 哇这个 不管现在健康 或者是一再的被骗钱 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是 非常的令人困扰 好想这些钱呢 也都有了就是回收 然后呢 在这个身体的状况呢 也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个改善哦 哇 真的在每一个的 超码家人的故事当中 都是在学习超码前后 有非常大的一个礼物和收获 持续不断的一个练习 持续不断的学习成长 其实呢 就是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呢 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了 那像是美爱从2019年嘛 就开始接触超码到现在咯 其实也好几年的时间 那是不是在我们的访问最后 有一些什么样的学习心得 要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或者是超码的家人 一起来做分享的呢 美爱呢 因为学习 是超级生命码翻转的人生的地图 那超级生命码系统 是一个非常科学的系统哦 那欢迎大家来做实验哦 那改变生命蓝图 创造奇迹连连 还有幸福 都等着你来做实验哦 只要你新门开 听货照做 那一定有科学的结果哦 感恩哦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子蓉就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来自澳洲的美爱 在节目当中呢 来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新的 还有收获 美爱谢谢你 谢谢子蓉 谢谢大家的聆听 而节目进行到这里 再来听到一首好听的音乐作品哦 是来自太阳圣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珍爱永记》 在当中呢 太阳圣德导师也为大家呢 来进行了一段口白 非常的感动人心哦 就来送上这首《珍爱永记》 在待会儿的音乐之后 就要来进行今天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来跟大家谈谈 在生活当中 大家可能会面对到的话题 而今天呢 来谈谈了世代相关的差异哦 休息一下 听个音乐咯 待会儿再进行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邀请到了太阳圣德导师 来为大家做解答 千里所需 开不尽春风 音响起 去水如上 怎眼影 寻寻觅觅 转眼又剩下 初两水系一年容易 有时风有时雨 也有彩虹大气 流星花天际 为天地 可依 有多么容易 好幸运 好幸运就这样来到这里 天与地 心与心相惜 红尘烟影 用了意义 千言万语 总是爱 且信且珍惜 偏离的爱 一直都在 当你我感受到 其中的真与美 那份真爱 经常让你我 不禁动容落泪 愿你珍惜 当我们和天心 沉大气 天地的祝福 将邀请我 登上那彩虹的阶梯 在那浩瀚的天气中 幸福的感受者 真爱 风景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 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不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在今天的富足人生 千百万的单元当中 来跟大家谈谈一个 新世代的一个话题 在前一阵子 子荣访问了一本 韩国的翻译书籍 这本书籍呢 谈到了在韩国的年轻人 他们现在呢 什么梦想 什么样的一个欲望都没有 因为他们发现 哇 现在的时代之下呢 不管是要赚钱啊 或者是要成就自己的梦想 真的是太困难了 所以呢 干脆什么都不要做 就放弃挣扎 那当然除了韩国之外 其实在亚洲地区 蛮多的国家 现在也都会有一个 新的名词叫做躺平族哦 到底什么是躺平族 躺平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那但是我们的人生 真的那么的没有目标 没有办法往前迈进嘛 这个呢 也是大家呢 可以谈论的一个 新世代相关的跨题哦 到底有没有如何自我精进 要面对这个时代的洪流 我们如何不被淘汰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唐盛的导师 再度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在最近呢 大家在讲的这个躺平族 或者是恩抛世代 其实就是因为 其实在现在的大环境之下 真的非常的困难 尤其在这两年的疫情 其实也影响了非常的多 所以很多人呢 可能经济上面呢 就会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就选择 不管是不结婚啊 不生小孩 甚至是连自己什么的梦想呢 都抛弃了 那现在呢 就有一个躺平族的 这样子一个称号 就是呢 只要在家里面就是 可能吃喝拉撒睡啊 然后玩玩电动啊 然后聊聊天啊 这样就好了 不会有什么 我们一定要有 什么样的一个梦想 什么样的愿景 不买车 不买房 不生小孩 不结婚 也都没有关系 在这样的世代之下 其实也造成了非常多 不管是在各个国家上面的 竞争力等等的相关话题 不过到底为什么 这个新世代思想 会变成如此呢 到底是不是这个世界 真的是面对到 什么样的一个难关呢 倒是 哇 听到子龙这样讲 我很惊讶 现在你说有这么样子的 一股潮流啊 嗯 那这是我们 等于是新的一代 这样子是一个 很危险的一个 趋势在那里 对啊 那我听起来 觉得是不是 新的一代 他们没有找到 人生的目标 方向 或者是觉得出去怎么样拼搏 也不会赢 对 就搞个半天 就可能 也逐步出户了 嗯 就先在 这个原地踏步 或者是就是 可能 就比较颓废了 那我们不是想在讲吗 哀莫大于心思啊 对啊 那如果生命 或者生活里面 没有一个目标 没有一个 可能想到自己将来 要做什么样的一个 意义的事情 可能就 像这个 子龙讲的 韩国还是哪里 就这样子的一个 方向的发展 那这对我们 年轻人来讲 不是一件好事啊 嗯 不过我想 今天子龙提出来了 也许我们可以来探讨这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些 基准点啊 或者是 人生的一些 特别要 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对 来避免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 躺平株 可能的一些 后续的 发展 而让自己的 这一生啊 就肯定仗受了 在自己的一个 错误的思维里面 嗯 我想今天这集 也许 也蛮有趣 也蛮有意义的 嗯 对啊 因为像是我们 在这个世代之中啊 每一个不同的世代 可能都会有 不同的这个 称呼方式嘛 像是我自己哦 是大概 1990年代 初期生的 那像是呢 我在早期哦 大家都称我们 这个世代 可能是草莓族 就觉得哇 非常的娇嫩 然后一压就碎 然后后面还有 什么水蜜桃族啊 什么什么族 但是现在这个 躺平族感觉呢 又比草莓啊 水蜜桃啊 更加的升级 是因为现在 真的大环境不好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 但是呢 好像放弃了这些梦想 还有放弃了自己 所有的这些目标 是一个非常非常 消极的方式 到底是不是我们 这个世代真的 面对到了太大的 一个竞争压力 导致我们好像可能觉得 啊这个竞争也没有用 所以就算了啦 放弃就好了呢 你知道有一天 我在电视看一个 综艺节目 然后好一些明星 在那边比 最近不是蛮红的 什么九九成发表吗 哦对 然后呢 我就看到 哇 不是一个人耶 好多年轻人 好像那个九九成发表 都没有像以前 我们可以倒背如流 而且这些年轻人 现在电视上的那一刻的 他已经是大学毕业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会不会 令人有点惊讶 就说这个水平各方面的 这个素质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是很惊讶 年轻一辈 这九九成发表 难道是演出来的吗 那不至于 每个人都要这样演吧 对啊也是 那我就觉得说 那是不是里面 有什么样的一些警讯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 社会要来特别留意的 怎么样的光心 各方面要不要加一些 什么样的 对新一代的 什么样的一个期许 我觉得这是 大家都要特别想一想 这应该是怎么 来做会比较好 否则你看这个 明星在这个电视上 已经是大部分都成年了 对不对 对 那他们这一代都 九九成发表 都没有办法像这个 很一般的 好像以前我们 小学就好像就要 必须要广瓜烂熟的 背出来了嘛 没错 那到他们的下一代 那又该怎么办呢 会不会真的是 一代不如一代了 也有可能 那你想哦 如果真的 希望那是一个效果 不是真的 那如果真的是 连九九成发表 都已经 好像很模糊的话 那你说 就算是 哪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学历 毕业出于想找事情做 会不会有 怎么样的一个障碍 而导致了 像你刚刚所说的 年轻这一代 干脆躺平快一点 对呀 也不要像 也不要像水蜜桃了 对呀对呀 这样子 那这样子真的是 荣刚才稍微透露一下 自己是哪个世代 那我觉得很恐怖 那说到 那躺平族的后面一代 怎么办呢 如果这样看下去的话 那就是一代不一代了 是不是 对呀 所以我想这个 是不是大家的一个 社会责任也好 或者是 看大家怎么想哦 如果大家把这个事情 当回事 那可能就是要在 怎么样的一个 期许下 可能 不管是教育啊 制度啊 还是 怎么样的一个鼓励啊 让大家都会有一种 好像 希望连连啊 对呀 不会说这样 像 这个子龙刚刚讲说 变成一股趋势 什么躺平族啊 什么族的 我们都吓了一大跳 那这个 我想是大家责任吧 对呀 不光是你我他 应该是所有人 应该要来重视这个问题 就是说新世代 之所以会对应到 这样子情况出现 是不是在哪里 我们疏失了 哪里我们应该要 好好的来做 可能补强 免得真的就变成 本来是说好笑的 这个玩笑话说 一代不如一代 我们总不能真的看到 真的叫做一代不如一代 变成在我们的眼前 真实的上演 那我想这个真的是 责无旁贷 每一个人的责任了 是不是 真的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大环境的趋势吗 或者是我们的教育 可能也要多做一个协助 我没想到 连九九成发表 我们小时候都要背 还要抽考 然后可能就背不对 还要背打两下之类的 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是 因为教育的方式 有更加的多元啦 但是如果真的 这个世代就开始躺平 那真的不知道 下一个世代 会到哪一个面向去 如果像刚才导师所说的 光是这个九九成发表 这件事情 其实我突然就觉得 很有感触 是不是因为现在 其实真的是 科技太过方便了 所以导致着我们 其实不用会 这些就有成发表 没关系 像是我们现在的手机 就非常的多功能 那什么东西呢 手机都可以一网打进 那我们就 其实就可以不用动脑了 所以很多 像是我们写字也是 像很多人 可能写字写出来 可能十个字错 三个字吧 就现在因为 我们打字也太过方便 所以也让我们 好像也有一点丧失了 学习的能力 对 其实一想到打字 我就想到 我举个例子 再一次的在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 都会打成在不在的在 对 没错 那我在想呢 会不会再隔个 五年十年后 教科术就说 哦 现在这个字改变了 哇 再一次 再不再再了 会不会是这样子呢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 因为我记得 以前我们 那个时候学习的一些字 现在 你去查 这个字典里的 已经改变了 也有这种 情形发生的啊 那我现在回想 到底是我们记错了呢 还是现在的制度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 最后的演变 变成有些字 就模糊到 就可能 什么字跟什么字 就变成一样了 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 将来就说 一代又一代的 这个文学素养 也不高了 所以当数学也不好了 文学素养也不高了 对不对 然后 很多东西 好像都不如从前的时候 嗯 然后这些年轻人 将要挑大梁的时候 对 那我觉得这社会 是蛮危险的 嗯 那如果大家又觉得 躺平足 也没有什么 好惊讶的 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 那我想这个 对 不管是哪一个世代来讲 都是 是不是真的要来 看看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把大家的这种 学习能力啊 嗯 或者是一种 生命的期许 是不是 嗯 或者是 今生 究竟重点是什么 就是说这种 以前我们大概是小时候就 有这些立志的课程的 这些东西 是不是要 要来 做一些可能性的 探讨 对 会不会因为就是 大家 所谓的读书读书啊 把很多东西 可能也就忘了 嗯 等到真的毕业的时候 再一看 哎呀 外面有这么多挑战 那信心不足也好 或者是 斗志不足也好 嗯 嗯 这个人生观 什么样地方的欠缺也好 哦 演变了 哦 刚刚 子龙说的 这个 躺平族中毒啊 现在 嗯 那这个对 每个人来讲 都是游行重重 不管是 躺平族的父母 嗯 对不对 没错 他的家人 哦 或者是 今天 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 社会环境里 每个人都会影响到大家 嗯 互相吗 对 那会不会我们就这样子的一个素质的 好 可能渐渐的衰退 而导致将来 我们 真的在各方面 也许 多少年之后说这是一个代沟 嗯 但对整个社会 哦 甚至于国家来讲 或是损失也说不一定 嗯 所以这些东西还真的要 好好的来探讨一下 那到底是什么方面呢 所以 子龙是年轻人啊 子龙应该帮这些年轻人发表一下 嗯 你的看法 对啊 因为像是我自己 其实也有发现了 可能在台湾有部分这样一个趋势 因为其实 也有网友说 现在的像是七年级 在台湾的七年级生 可能就是民国七十年左右的这个出生的小朋友 那其实呢 就开始慢慢的好像呢 结婚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件事情 更何况生小孩这件事情也变得更加不重要 那可能在他们那个七年级的世代之下 其实在 夹在上一个世代的辉煌时期 还有我们这个新世代的这个时期 中间这个接轨的时刻 他们其实也觉得说 哎 他们这个七年级呢 是最困难的 所以呢 不结婚 不生小孩之外 他们也不买房子了 所以现在哎 其实在台湾的七年级生就有这样子一个表象 那当然再往后可能就会越来越发的严重 像是我自己哦 是八年级生的一个代表 那也有越来越多的身旁的朋友就已经主打说 他自己也是不结婚一组 不生小孩一组 所以发现哎 这个世代真的是会有这样子一个影响 但是其实当然说结不结婚 生不生小孩 那是其次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自我提升 还有竞争力这个提升吧 因为其实在台湾 其实也是有面对到这个经济不景气 或者是现在的时代 不管是要创业啊 或者是要真的挑战高兴 要挑战者梦想有更加困难一个趋势 但是其实在台湾 也还蛮多年轻人 还是很勇于创新 很勇于挑战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蛮多这样子的例子呀 对 所以我想要把好的例子 供给这个社会啊 更多人看到 他们可以往好的方面来学习 设个目标 那我想这样子 大家都有一个可能正确的生活斗志 生活观 这个人生观 这个逻辑观 这个整个要弄通的时候 他才会有原动力 所以一个人他如果觉得 我为什么要去上班呢 家里可以养我 或者是我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让我每天隐隐为生 所以为什么要去上班呢 那如果真的变公正 变成一个模式的时候 那就蛮可怕的 那一个学一个 那后面我们 子龙说是八年级生 九年级生 零零后 哇 他真的 好可怕 他每一个 每个年级他演变到最后是长什么样子 真的 那毕竟 是不是 那将来 你说 现在这个子龙还是这个 年轻这一代的代表 对不对 再隔个二十年 是不是 那后面的这个新生 已经变成了社会的 这样子的一个渐渐的主流的时候 那该怎么办呢 大家是不是说那时候是因为代沟 然后有很多东西不通了 那导致了 以前大家都认为那是名正言顺的事情 几十年后 会不会变成大家可能是一个指责的一个事实 或者是怎么样不变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由 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不协调 那就不知道了 所以这么一来 看东看西 想来想去 这是跟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事情 所以不管是教育 还是社会的各种可能性的一个制度 什么样的一个洗礼 比如我在想 我们以前小时候 老师就像刚刚子龙说 结果生发表 打不出来可能还要被打 对呀 但是现在的小孩 好像都没有这种体罚了 对也是 所以他一出社会的时候 可能被老板 叮个两句 他就没办法接受了 所以他可能就没有那个原动力 想要去上班 也有可能 那真的是如此的话 那就真的太脆弱了 我想这个时候 社会的一个氛围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正能量的一个引导 来让每个人的生活的斗志 这种一种生存力 因为自己的这样子一个观念正确 而让自己每一天生活都有意义 有活力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引导 看起来是蛮需要的 总是要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当然我们也不能真的直接就躺下 还是要努力去做积极的一个争取 不过其实现在我在职场上面 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新世代 落落续续的出职场了 可能现在的千禧年之后 出生的宝宝们 现在也慢慢的步入职场了 其实每次看到我就觉得 哇太惊讶了吧 不过到底在这个工作啊 或者是在各个不同的一个 智慧上面的认知上面 我们可不可以自我再做提升 可以打败这样子一个大环境的不协调 我们年轻人是不是也可以 透过了更多的方式来 自我提升 自我努力然后出头天呢 休息一下咯 先来听个歌曲 待会儿再邀请到了太阳声德导师 持续跟大家做提点 来送上金首 是来自太阳声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 寄予穷仓 在音乐之后 稍微再休息一下 再回到福到你家的节目当中咯 请先盼望 既遇穷仓 不屑顺民 妙月长 太阳清万里温宵 岁月流浪 最愁难免花多了 暖暖太阳带我翱翔 迎冰雪风双回舞翅膀 百步穿扬破泪是迷茫 我已经不再害怕 拥有爱人心放下 街头远头好坚强 披上心在你身 登上天堂 阴阳得向很方 好感恩冲草 沉静无下光 天然飞寻伤 阴阳得向又一望 好感恩冲草 好感恩冲草 沉静无下光 神秘春景无下光 天然飞寻伤 银蔑自然穿断箱 甘賴宇宙秋彩 天寬地過 山高水潮 暖暖太陽白落浪漫 暖花雨水風霜 過淚是迷茫 飄漓綠的山 寄予創造 繼續再回來每週六中午十一點鐘到十二點鐘的福到你家的節目 在我們今天的節目當中持續邀請到就是全球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精神導師 太陽升的導師在路來歐節目當中 來跟大家談談這個新世代的躺平族上關的話題 太陽升的導師好 紫容你好 宇宙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來跟大家談談一個新世代的觀念嗎 或者是想法 就覺得好像就是因為經濟壓力太大了 然後現在的大環境也不好 不管是要多努力好像都沒有辦法達成了自己想要的成就 或者是沒有辦法可能就像A父母親一樣 就覺得好像賺錢就可以如此如此的輕易 然後買房子也那麼的順利 所以其實在現在在亞洲這邊有新的一個名詞叫做躺平族 就是乾脆就放棄掙扎了吧 就什麼都不做躺平就好了 而且發現了這個躺平族其實他們也有分不同的躺平族 有一種是為躺平就是他還是會工作賺錢 但是他就是在部分不管是在情感上面是比較自由的 就是崇尚了不結婚也不生小孩 第二種是半躺平就是他還是會去工作 但是就工作不是那麼的固定或穩定 那也是從來都不找對象 然後下班之後可能就回到家 可能就投入在一個網路的世界或者是遊戲世界當中 那第三種就是最高進階就是全躺平就是完全都不工作 那就回家都當然給爸爸媽媽養了 因為現在爸爸媽媽可能還可以負擔支持之下 他就覺得說反正就是有人養就好了嗎 但是如果到了後面這個世代演進 我們可能這些躺平族他們要挑起了國家的棟樑的時候 哇那可能就會出現了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危機喔 如果其實在這些不同的一個躺平族當中 當然我們只是對於這個世代的一個概括啦 但其實還是有蠻多人 其實也是都努力去達成自己的目標 然後努力扎扎實實的過生活 其實這個躺平族啊 雖然說只是八九年級或者是再往後年輕人一個代名詞 但是其實要不要躺平這件事情 其實也可以自我做主意啊 倒是 是 主動在講這些的時候我突然想到 就好比喔 我們 不要說supermarket了 去7-11 對不對 你種一個動機才會想要去7-11嗎 對啊 對不對 能買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踏進去了 所以我覺得動機是很重要的 對耶 就是說如果他沒有一個怎麼樣的正確的一個想法看法 或者是對未來的一些憧憬期許 他們有一種動機的時候呢 他可能就停擺 或者沒有那麼樣的精進 或者是他也有機會他去追求 可能人生沒有那麼必要在那個時候就花那麼多時間經歷的事情 對 所以動機與否呢 那是不是跟我們對於這個眼前的事情的定位看法與否是息息相關的 嗯 那麼如果這眼前的事情 他因為有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思維 或者是正確的一個什麼樣的認知信念 導致他感受到有這樣子實實在在去做好做足的必要 嗯 他可能就會開始 好 如實的在他生活生命裡 認真的 好 落實到 把工作好好的做啊 真的賺一份薪水每個月都可以來維持自己的生計啊 那從小到大 然後他開始成長成就 那我想這些東西呢 呃 可能是要散倒 也可能呢 就是在基於社會責任啊 不管是企業還是怎麼樣可以影響社會的人 嗯 來做可能性的一些正面性的邀請 這些年輕人來做怎麼樣的一個投入 那因為他的投入又可能觸碰到他另外一塊 又更加願意去花心思精力去努力的啊 怎麼樣的一個可能性 那如果可以變成這樣一個善性循環 而在我們的社會上面呢 讓很多人都可以因此受益的時候 那就變成了大家都是贏家 那社會也因此會更加的強順 那如果能夠在這個國家裡面能夠落實這樣子的話 那就是這個國家的福氣咯 哪一個國家比如說剛剛 比如說剛剛子龍說韓國 那他們如果這個風氣一直很盛行的時候 那他的國力可能就開始下降了 所以這些東西呢都會影響到我們每個人的集中獲福 那今天剛好在節目裡面呢 談到這個東西 我就希望我們中國人能夠真正的更加的務實 把這個生命的理由啊 這個努力的重點啊 還有一個期許後面 他的一個訴求的這些 他都能夠正確的設定 才會讓他真正的一步一步的正確的往前走 那如果真能如此 那就是大家的福氣 嗯 是這樣 沒錯 因為真的像剛才導師所說的 這個動力非常非常的重要 欸如果我們找到一個人生的目標 人生的一個方向 找到一個對的方向呢 往前邁進 其實這件事情就不會那麼的困難 尤其是呢剛才導師也講到了 這個影響力的一個善面的循環 可能我們在這個世代當中 我們有非常多的意見領袖嘛 不管是不是那些的明星藝人啊 或者什麼KOL之類的 那其實欸這些人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代表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欸這些公眾人物 都需要有一些的一個好的品德 其實因為就是有非常多人都在看著 都在學著 那當然我們除了這些網路上面 或者是在一些言語圈上面看到的這些重點人物之外 其實在我們自己身旁也有非常多這些善念循環的可能 其實也可以讓大家呢找到這個智慧提升 或者是呢自我競爭力提升一個好的方向 所以也邀請大家欸其實可以多多的在我們自己身旁 來發現這些的善念 然後我們把這樣子一個善念呢 擴大循環讓我們這個世代可以變得更好欸 對 所以我就想到啊 有好多好多人啊 不管是在台灣啊 這個香港 還是在東南亞 各地啊 還是在美加 反正世界各地啦 他們遇到了超級生命密碼之後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相見很晚 那很多人花了一輩子的時間 精力去做什麼樣的一個訴求 努力 到後來 因為遇到了超級生命密碼 才發現 因為前面什麼樣的一個錯誤 導致了這一輩子 一直在什麼上面 這個浪費的時間 精力 那我就在想到 那如果這些年輕人 他在年輕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 諸如像我們經常在講啊 超級生命密碼 是一本生命使用手冊 對 如果越年輕 他就越能早一點的知道 我想這對整個國家來講 都是一個福氣 沒錯 那麼當他了解了啊 生命的這個遊戲規則啊 啊 這個一些的 必須 要學會的一些態度啊 而且什麼東西 是讓我們可以馬上 開門見山的 就好運連連啊 那如果他都接到線了 一層一層都 一步一步都上去了 那我想很多 原先可能的這些躺平族 他們也就會因為這樣子的 一站一站的 開始增進了他們 對很多事物的期許 而能夠讓他們 在他們的年齡層上 進步的速度也好 或者是成熟的速度也好 或者是處事的態度也好 都是比別人來到相當進步 或者是成就非凡 豐碩的成果連連啊 如果真的可以這樣子的話 那真的就是社會之福 那當然我今天來講了 我們也不是老王賣瓜之賣之誇 我希望就是說 能夠有什麼樣的一個傾向的 年輕人真的是使不上力的 是不是也能夠來學習 這超級生命密碼的 這種各項建議來做實驗 是不是就能夠因此突破難關 畢竟我們現在超級生命密碼 最小的學員大概就是 大班或者是小學一年級 就有這樣的學員了 那年紀大的可能 90歲100歲都有 但是大家統一的 這個學習後的心得 都感受到 不管是哪個年齡層呢 都有明顯的成長 或者是真正發展出來的成就 所以我在想今天子榮提到這個問題 如果真的有年輕人 現在也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時候 可能重點就是拿到一本 超級生命密碼 做一些研讀做一些實驗 真的把自己生命奮鬥的戰火 能夠點燃起來 或者是生命的一些訴求 把觀念正確之後 就很容易就調動到一些 可能的興趣 或者是怎麼樣的人生觀的設定 導致後面有一股原動力 那我想這就是 不管是對很多的家庭也好 尤其很多父母 在這方面很頭痛的 或者是整個社會 更多上進的年輕人 應該對整個社會的加分 會倍增的成長 對不對 或者是在國家裡面的 各個階層的年輕人 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個責任 或者是義務的這種使命感 那我想這樣子 對整個不要說國家 真的能夠把這氣息 藉由現在的這個網路 傳到全世界 而且大家這個年輕人 都有一番的這種認知的話 我想這就是世界之福 嗯 沒錯 因為像是剛才導師所說的 其實超馬的學員呢 有非常多 其實年紀也非常非常的小 像是呢 子榮在福道你家的節目當中 也曾經訪問過一個小小學員 我記得應該是三四年級而已 所以大概是十歲到十二歲左右 哇 其實他在訪問當中 不管是談吐啊 或者是他在當中所學習 然後他所長出來的這些智慧 真的呢 非常非常的超齡 其實在現在的新世代之下 也不是只有我們看到了啊 那麼負面的 全部都躺平 好像呢 毫無成績毫無動力 其實有非常多人 其實找到了一個方向 找到了一個動機之後 就努力的去做學習 在我們的超馬系統當中 有非常多的小小學員 也是透過了這樣子一個 知識的一個傳遞 或者是一個善念的循環 讓自己呢自我提升 明顯的就跟自己的年齡呢 是非常非常的不相同的 那當然呢 那麼多不同的一些 學習的知識 除了超級生命密碼的書籍之外 像我們在福道你家的節目當中 也透過了導師的一些分享 或者是呢 學員當中的一些不同的心得 其實呢也可以看到了非常多不同的 這些收穫 所以邀請大家 如果想要更加進一步了解的話 可以上網來搜尋 超級生命密碼的系統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官方網站 另外也有臉書粉絲團 而另外也方便大家來做這些資料的收集 我們在手機當中 也有著超級生命密碼 夢想舞台的手機APP 在當中會有非常多好聽的音樂作品 還有最新消息 而另外如果大家想要參與著實體的課程活動的話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了超級生命密碼的圓滿人生精英會 在我們全世界各地都有這個精英會 會一起來導讀到的就是太陽聖德導師所出版著作的書籍 在精英會當中 學員們還會彼此分享彼此互動 不過在全世界各地 因為每一場次的精英會時間地點都大不相同 也歡迎大家可以透過了官方網站 或者是手機APP當中來詢問客服人員 就可以找到大家最方便參加的精英會時間地點了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撥打電話 在一般的上班時間來諮詢相關的細節還有內容 歡迎大家可以在一般的上班時間撥打台北的電話 0255995439 台北的電話0255995439 就邀請大家一起來加入我們超級生命密碼的系統 讓我們自己的自我競爭力提升 自我提升讓我們的世代不再躺平了 所以呢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再次感謝太陽聖德導師 在節目當中給大家做這些提點還有建言 謝謝導師 謝謝子榮 謝謝大家 再次的感恩太陽聖德導師 在節目當中為大家所做的提點 其實每一個不同的世代都會面對到了不同的一些課題還有困擾 但是如何用智慧去破解其實就是一個最困難的一個入門題了 不過呢其實在我們的超級生命密碼當中 透過了簡單的一個系統簡單的一個學習心法都可以讓我們化險為夷 把我們這些的負面能量轉換成正面的助力啊 不過到底要如何找到了這樣子一個入門的鑰匙呢 就歡迎大家可以上網搜尋浮到你家的節目 或者是呢多家的搜尋超級生命密碼的系統就可以在網路上面找到非常多不同的資料了 而另外在每周六也就是今晚的八點鐘 我們都會在臉書還有YouTube頻道當中有一個影音節目 因為你音樂的音在當中呢也會有非常多的分享時間 會有學員們的心得還有好聽的歌曲演唱 也歡迎大家呢可以透過了晚上八點鐘的 因為你節目也先前的認識了解超級生命密碼系統咯 而今天的福到你家的節目最後一首歌曲來送上這一首 同樣也是來自太陽聖德導師所作詞作曲的相約 在約之後呢就要先跟大家說聲再會咯 我們下周六週五十一點鐘到十二點鐘F104.1在空中陪伴大家咯 我們下周見拜拜 生命突化中殘有缺 總是盼呀盼 圓滿魔絕 頂謙娟前橋雨 才有樂界 也許曾經 真的 曾相約 正恩天地間感動 傳更言 惊鸭上其中有的天地相约 情愿解就有解 成就总在跳跃 紧紧涂抹起才精彩也 感恩这相约 我才知道难题总是有解 人生啊装身懵蝶 宽宽天地爱深情相约 相约 生命图画中怎有缺 总是盼牙盼圆满抹绝 云远千巧遇才有了解 也许曾经真的曾相约 盛阳天地间感动 长更烟 竟要想起中有的天地相约 情愿解就有解 成就总在跳跃 轻轻轻轻轻抹起才精彩也 感恩这相约 感恩这相约 我才知道难题总是有解 我才知道难题总是有解 人生啊装身懵蝶 bueno 借宽宽天地爱深情相约 潘宽天地爱深情相约 我才知道难题 总是有解 人生啊 转身梦迭 宽宽天彼爱 深情相约 宽宽天彼爱 深情相约 宽宽天彼爱 深情相约 monastery 宽宽天彼爱 宽宽 居宽天彼爱 宽宽天坏 宽宽天彼爱 宽宽天坏 宽宽天坏